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 又到《樂部》 我們講長時間 我是余榮揚 身邊有鄭仲輝 你好 輝哥 你好 大家好 今早凌晨有一間超級市場火警 應該是由雪櫃短路而引起的 這是初步的消息 引起了大火相當嚴重 由幸的顧客和工作人員 及時能夠逃出現場 我都致深切的慰問 希望盡快清理好店舖 搞定所有的保險 繼續營業 為顧客服務 輕幸沒有人的損傷 樓上有人吸入濃煙不適 只是一個 情況也不嚴重 現在火警形成的原因 不斷在改變 一個火的形成不同 我們小時候多數都沒有 林柔堂 筷子機 台山 馬場 因為我住在那附近 經常都看到煙 其實當時很簡單 屋子不高 而且以前常常看到報紙用的字 傾回了火水爐 用炭的已經少了 因為那些木屋不敢用炭的 傾回火水爐 就是勉強 這兩樣是多的 電線漏電 當時都是有的 其實但是多 有些沒有電的 我同時看到林柔堂那些 借點火水燈 它亦都是起火的 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現在形成火警的成因 我相信是三大部份 第一個部份 就是電線短路 第二部份 就是你的廚具 即你不論用石油氣 或者天然氣 都是會有第二部 有一個叫氣爆 就是好像早前 在百里新村 有一間食肆 就是因為氣爆 引起都幾嚴重 亦都是有生命的傷亡 第三樣就是 食煙 但是最近 食煙引起的火警 就少了 但是以前 食煙引起的火警多少 因為很多人 在床上食煙 食煙都未吃完 就睡著了 導致它蓋上一張棉皮 那張棉皮就辣著了 所以這幾個起火的原因 以往都是多的 但是要留意 風高密措 有時不小心就會引起 那些煙頭 而這個手勢不好的時候 沒有整式的煙頭 隨便扔到路邊 或者引起電單車著火 因為現在 絕大部份都是 大家都是住樓 碩士的地方 住木屋的人 就少了 其實絕無僅有 反而 大家可能會覺得 比外國的月亮特別遠 外國什麼都比我們先進 但是其實外國 火燭的機會不少 也有很多貧民區 為什麼呢 它有生活的習慣 和稀有的問題 很多地方 其實是有火爐的 是真的有火爐 但是外國 很多屋到今天都有木屋 它那間獨立屋 你說的火爐是壁爐式的 現在都逐漸減少了 取暖的途徑一直都改良 可能用電 但是畢竟都是有的 畢竟都是有的 所以在澳門來說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兩件事其實要防禦 第一個就是 真的要注意一下電會不會負荷 會不會被老鼠 咬爛了那個膠 那就是要短路 第二個呢 要小心的就是要提醒小朋友 教育他們 不要玩所有生火的東西 包括打火機 火柴 所以我覺得 其實說真的現在 一般的家居 因為剛剛那幾個原因導致火警 其實逐漸都少了 有兩件事要做好 那兩件事都是同一個因的 就是做好跳濟 這件裝置 包括也是由澳電做的 它在外面的電錶那裏 亦都有在室內自己的大廈 住宅或是商鋪裏面的部份 如果你用一些 不是容易去跳濟的裝置的時候 有什麼它不會跳 電力繼續供應的時候 就引起危險了 那試過有些朋友 他家裏發生的一些事 超過負荷 但是由於澳電的裝置 及時能夠跳濟 這個就夠了他們的一命 所以這兩件事配合很重要 是一個自己的裝置 有些就這樣跳濟 有些就用水氣鍵 當水氣嚴重的時候 它都會跳的 澳電那個 是一個起碼標準的裝置 亦都是救命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短路 不論它是有電是縮了 還是那個 你不會令到它 短路的時候 過熱兩條電極接觸的時候 縮了一下 令到它狂熱 狂熱會燒起附近的東西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有句說話叫做居安私危 但是現在大家可能過了太久了 所以危已經忘記了 我們工作的地方 最近在這個月的月頭 其實消防局這方面也做得不錯 在很多工業大廈 做演習 定期 一座工業大廈 定期演習 一座工業大廈 演習 其實是練習 演的時候是練 令到我覺得最低限度 有幾個大家注意了火 是一個很恐怖的災害 第二個就是說真的實實際際 遇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你應該是怎樣去逃生 怎樣去尤其是在一個廠裡面的負責人 或者領班這樣數人數 其實他們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數人數 就是說有沒有人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廠 但是在我們平時家居 我們平日有沒有真的自己主動去看一下 消防那方面的問題 其實消防 在這裡做得不足 因為以前公共時期 試過定一些條例 消防條例包括 你什麼公眾場所 要有什麼滅火的設施 包括噴灑系統 滅火桶 但近年來似乎 不是檢測得很嚴 所以變成有漏洞 還有幾個炸彈 還有看 我剛才說的那些都是君子的 如果小人種火 我們要留意 因為有個時期 很多種火燒電單車 現在就少了幸運 但是現在電單車 圍拍的情況很嚴重 還有在大廈的底部 休氣區拍滿了 這個是不對的 有時不要說中火 萬一有些電單車 它因為它自己的電油箱 做得不好 或者已經是舊 有裂痕 或者有人扔煙頭 那就糟了 你怎樣演習都沒有用 有些地方是絕對禁止 是有這個隱患存在的 不過我想我們能夠做的事 就是很多突發事件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 但是真的遇到事的時候 應該怎樣去應對 所以我反對大廈 這麼麻痺大意 在它的休氣區 拍滿了電單車 這個絕對不對的 這些還是處客 本身這座大廈叫做處客為處 這個要由警方 和民政總署 會同公務局 消防局等等 幾個有關的部門 去勸阻 和去行佛 這樣才可以的 其實我看到有些大廈 因為它結構問題 一條長長的走廊 其實現在很多都拍滿了電單車的了 變成了 當然 現在可能在執法那裏 就說這是私人地方 如果大廈 就是那個業主會那裏 沒有提出一些的意義 你都很難去執法 其實很容易執法的 你看看政府 問一問他那個法律顧問 怎麼想 有時有些有異言的東西 都不能夠隨便擺在通道 電單車都是一個異言的物品 當然 消防局已經可以執法這件事 但消防局哪有這麼多人手 所以有時有些東西 要跨部門要合作 一起 舊時叫做出大差 教育和治律都很重要 是的 加密法 雖然你用一個法去制止一些人 但有時最關鍵 都是你的自覺 這是最重要的 我們政府很多時候很幸運 不是澳門是蓮花寶地這麼簡單 政府也是蓮花寶官 變成了 如果不是有這個天鴿事件 就繼續麻痺大意下去 現在我希望留意一下火警這回事 首先控制大廈拍這麼多亂來的電單車 多謝輝哥 多謝輝哥